第四百三十章 兵变 荣卿王府 当时福星得知明天大皇子会带着朱皇子去皇庄劝克农丧时 就知道明天一定会有大事发生 对几乎已经前驴继穷的四皇子来说 这不失是个刺杀大皇子的绝佳机会 这一点他能想到 大皇子肯定也能 呵 到底是要当皇上的人呀 以身犯险 够胆 不过话说回来了 大皇子为了名正言顺地除掉四皇子 顺利登基 冒点险扫清障碍 无可厚非 只是将他一块叫上 这是想做什么 石福星眯了眯眼睛 他好像猜到楚遥为何会在这个时候被大皇子调去江南了 为了方便试探他嘛 大皇子这时猜到他是白月光了 皇上和四皇子都在调查他是不是白月光的事 石福星并不意外大皇子也会知道这事 只是 皇上试探他是觉得他是威胁 是隐患 多加防备 他其实是理解的 但是同样的是 大皇子来做 他心里就有些不舒服了 皇上防备他 是因为他们之间没任何关系 他对于皇上来说是一个不受控的存在 但是 作为大皇子的师父 这些年他可没少明里暗里地帮助大皇子 大皇子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对他的偏帮 这种情况下 大皇子有什么疑惑 不正面来询问 反而暗地里地试探求证 既暴露了他对自己的不信任 也暴露了他没将他看作自己人 这就是帝王心术嘛 石福星也清楚他和大皇子没多少师徒感情 对此 并不不太难受 也不想多求 不过为了他日后能打着皇上师父的名号行事 当即决定明天要做场戏 给大皇子和朝臣宗师看 2月22 诸皇子打头 文武百官随后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到了皇庄 一身轻便装束的石福星跟在大皇子妃身边 默默地看住人群里的暗流涌动 当几位皇子下到田里离地 其余人都站在田梗上观看的时候 紧张的气氛到达了巅峰 很显然 在场的官员都在担心出事 就怕从哪里射出来一支箭 射死了大皇子或四皇子 更怕混乱会波及到自己 没法 这段时间 大皇子对四皇子的争斗已经搬到了台面上 双方已经是同水火 不弄死一方 另一方绝对不会罢休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耕种期间一直没有发生 这让官员们松了口气的同时又觉得有些古怪 不应该啊 不管是大皇子 还是四皇子 这次外出都是一个绝佳的刺杀机会 怎么两人都没选择动手呢 怪异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回城 大皇子和四皇子始终都很安静 好像今天真的是出来劝客浓丧一般 回城的路上 石福星给了一个眼神给石定轩和石定浩 示意他们保护好大皇子飞 而他自己则是悄然来到了大皇子身边 大皇子看到他笑着喊了一声 师父 石福星看住他 情况有些不对 我跟在你身边吧 大皇子眸光闪了闪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四皇子 无声地点了下头 石福星看了一眼大皇子身旁的太监 又看了一下隐藏在人群里的北刀 西长两大绝颠宗师 直接当作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快到靠近城门时 四皇子突然告知大家要先行一步 不带众人反应 四皇子就带着轻信离开了 见此 大皇子什么都没说 大皇子都没说话 其他人更不敢发表意见了 只是队伍中一些反应快的人 悄悄地远离了队伍 对于一些官员的离队 大皇子同样没有理会 只是默默地关注住身边的石福星 他眼间地发现 四皇子一走 石福星手里就多了一把白色折扇 看住折扇 大皇子神色恍惚了一下 脑海中回想起了当初在江汉镇灾 遭遇围追刺杀时 突然出现的救了他的白袍白面女子 楚耀曾经去追过白面女子 可惜没追上 也就是说白面女子的武功远在楚耀之上 所以师父真的是白月光 而且这些年一直在暗中保护自己 大皇子想着这些的时候 城门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中 城墙上有些不对劲而 小心点 石福星提醒的声音 拉回大皇子的思绪 大皇子抬头看向城墙 嘴角微不可见地扬了一下 老四终究还是决定动手了 大皇子想要名正言顺地登基 四皇子自然也想要 四皇子先一步进城 然后就下令关闭了城门 等大皇子一行人靠近城门时 只见城门紧紧关着 城墙上的守卫也换成了 金鸡大营的士兵 看住这一幕 在场的官员都有些头皮发麻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柳侯爷出现在城墙上了 看住柳侯爷手中明黄色的圣旨 所有人都停下了议论 柳侯爷居高临下地看住下方的所有人 打开圣旨 皇上有旨意 见此城门外的官员都有些面面相去 不知该如何反应 纷纷看向了大皇子 柳侯爷见大家不跪拜接旨 当即怒喝道 大胆 尔等还不快快跪下接旨 难道想抗制不成 大皇子开口了 谁不知道父皇如今昏迷不醒 怎么可能会有旨意下来 本皇子看 是你柳侯爷在假传圣旨吧 柳侯爷勃然大怒 大皇子 你休要胡说八道 皇上刚刚苏醒了 当众下了圣旨 严明要传位给四皇子 皇上还说 之前是大皇子假传圣旨 皇上从来没有想过 要将皇位传给大皇子你 大皇子冷笑出声 且不说父皇有名有苏醒 你口中的当众 是当了谁的众 柳侯爷 当然是当着前清宫所有人和后宫所有人的面 大皇子更是不屑了 谁不知道柳贵妃一直把是后宫 而前清宫里的人都是一些伺候父皇的奴才 你这当众可无法让人信服 就是当初皇上将遇洗 传给大皇子的时候 可是当着仲上书和宗亲王爷的面 谁假传圣旨一目了然 立刻就有大皇子一党的官员出声附和 柳侯爷也不是要和大皇子一党的人争论谁真谁假 他只是要表明四皇子继位的名正言顺 也不莫计 直接大声宣读起了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由四皇子继承皇位 亲辞 说着 冲着天空抱了抱拳头 奉心皇命 捉拿假传圣旨的大皇子 圣旨宣读 完 城门外立刻出现了骚乱 有些官员有心想要跪下街址 可又忌惮着大皇子 大皇子冷笑地看住柳侯爷 柳侯爷 你应该不知道吧 父皇早在三日前就已驾崩了 柳侯爷根本不在乎皇上是否驾崩 直接呵斥道 大皇子 你竟敢诅咒皇上 你如此不孝不惕 还想成为一国之君 大皇子神色依然淡定 父皇驾崩的第一时间 本皇子就通知了太皇太后 以及几位宗亲长辈 之所以没有公布 是为了稳定朝局 没曾想到是给了老四假造圣旨的机会 这话一出 几位宗亲当即站了出来 表示皇上确实在三日前就 已经驾崩了 柳侯爷心里有些慌乱 可此刻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只能一口咬定皇上已经将皇位传给了四皇子 谁能将大皇子拿下 谁就是新皇的头等功臣 听到这话 立刻有好些人围到了大皇子身边 将他团团互助 而一些官员却纷纷避退 他们既不想捉拿大皇子 也不是被波及到 看到无人动手 柳侯爷手一挥 城墙上立刻出现了上百手拿弓箭的士兵 士兵们齐齐拿剑指住下方的大皇子 柳侯爷 大皇子 四皇子念在你和他是手足的份上 已经下了指 只要你投降 他是不会为难你的大皇子没有理会柳侯爷 而是 扫尸了周围一圈 看了看那些避退开的官员 又看了看这事还活在他身边的人 目光最后落到了身旁依然云淡风轻的石福星身上 石福星见他看过来 笑道 有位师在 定会护你周全 大皇子会心一笑 看向柳侯爷 父皇早已将玉玺传给了我 老四今天又是假传圣旨 又是发动兵变 他这是在造反 柳侯爷见大皇子 直接给四皇子定了个造反的罪 也懒得摩击 对住城墙上的弓箭手道 大皇子违抗皇上圣旨 放箭 如与一般的箭矢射向大皇子 面对死亡 一些想要富贵险中求的官员也退缩了 只有少数人敢于上前拼命 就是安排好了一切的大皇子 看到密密麻麻的利箭射来 也有心想要退缩 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计划在周全 命只有一条 万一身边的人没护好他 他可就死了 刷 就在护在大皇子身边的人冲上前抵挡箭矢时 大皇子听到了折扇挥开的声音 转头一看 就看到时福星站到了自己身前 手中折扇翻飞 那些原本射向他的利箭纷纷被击落 一只也无法进他身 看住以自己为中心 两公尺内的地上无一只箭矢 这一刻 大皇子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 时福星知道他和便宜徒弟没多少感情 感情的积累是需要靠时间的沉淀的 他没时间也没心情去和便宜徒弟积累师徒感情 所以就只能另辟蹊径 今天他要做的就是 给便宜徒弟提供永不可取代的安全支援 时福星站在大皇子身前 不但阻挡了所有的箭矢 而且在面对圆圆不断设计而来的利箭时 还来了个釜底抽星 只见折扇翻转 原本从墙上射下的利箭调转了个头 反向射向了城墙上的人 啊 这一刻 护在大皇子身边 给大皇子挡箭的人没伤几个 而城墙上的弓箭手却是死了一大片 咻 时福星用折扇接住一只箭 反手一挥 直接射向城墙上的柳侯爷 啊 利箭直直地插在柳侯爷头顶的发际上 和死神擦肩而过的柳侯爷惊吓过度 宛如傻了一般的一动不动 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中 石福星看向同样有些傻掉的大皇子 徒弟 要进城吗 大皇子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等反应过来 就看到石福星拿着扇子 对住城门一扇 接着砰的一声 城门就被无形的距离给撞击开了 可以进城了 石福星笑看着大皇子 放心 有位是在身边 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 大皇子看住自信万分的石福星 压下心中的震动 目光投向了城内 出去城墙上的弓箭手 城门后聚集了大批金鸡大营的士兵 此刻都高举着长刀长矛对准他们 一副准备厮杀的模样 大皇子沉默了片刻 就开口道 进城 第431章 四皇子死 大皇子早就猜到四皇子会有所行动 虽然京鸡大营投向了四皇子 有些出乎预料 但他也并不注迹 无他 因为他早就收拢了近卫军和五城兵马司 是已 在听到大皇子说出进城后 早就埋伏在城门四周的五城兵马司士兵 便蜂拥而出 齐齐杀向京鸡大营的士兵 冲在最前头的人 正是石正和 大皇子看了一眼石福星 见他并不担忧 忍不住出声问道 你们一家个个都武艺超群 这里头可是有什么外人所不知的原因吗 石福星看住 大皇子 一个人能有多大的成就 跟外界的刺激很有大的关系 人都是好意勿劳的 只有足够强大的欲望 才能支撑一个人不畏艰辛地磨练自己 不是我家个个 都是练武奇才 而是因为我家迫切地想要改变生活 在西北时候 除去本身就艰苦困顿的外界条件 我爹我哥还成了边君 每日都在生死边缘徘徊 而李家人也一直将咱们一家当作牛马对待 在这样内外接忧患的情况下 我们一家想不奋起都不能动 料京城生活水平是提高了 可刚开始的时候 石家人并不是完全接纳我们的 我们一家人想要融入石家 在石家站稳脚跟 总得拿出点什么来吧 边关而来的我们 除去一身的武艺再无其他 可是京城不缺高手 要想脱颖而出 就只能成为高手中的高手 石福星看住五城兵马寺的士兵 已经将京畿大营的士兵 逼得远离了城门 笑着看向大皇子 当当人承受的外接压力过重时 是可以爆发出难以想象的潜力的 这一点 你应该深有体会才是 大皇子能听得出 石福星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但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这时 武城兵马寺的人已经占领了城门 看住往城内撤退的京畿大营士兵 大皇子没再继续探问石福星 城门这边才留了这么一点人 看来老四是将大部分兵力 叫去护卫皇宫了 说着 面上露出凝重之色 我要从老四手中夺回皇宫 怕是有些难了时 福星看了他一眼 笑道 不是有为师在吗 为师会一直支持你的 大皇子露出动容之色 如今百官都在看住本皇子 我不能露窃 城内肯定还有老四的其他埋伏 那就是请师父陪我一块入城了石福星 再次表示 有为师在 定会护你周全 大皇子看了一眼随护在身边的人 等他们先进了城门 才对石福星道 那我们这就入城吧 总不能让老四在宫里等太久 好 为师会护着你的 对于大皇子有意无意地忽略对他的称呼 石福星心里很不爽 他不提 他就在每次的对话中不断地强调自己师父的身份 在大皇子原本的打算中 他是不想太早入城的 城内一定有四皇子的人埋伏着等待伏击他 这时入城无疑是危险的 可是 他很想知道石福星的身手有多强 闯入北宴皇宫 击杀两大绝颠宗师 哪怕石福星是自己的师父 他心里也是有几分忌惮的 除此之外 他还想趁着这次机会 让所有人知道他的应用 他的不畏危险 只要他在老四的伏击中 安然地到达皇宫 并成功将老四拉下来 他相信 他继位后 只有不会有人敢侵蚀他了 大皇子看了一眼 站在身后的两衣店洋店主 又扫了一眼 隐藏在人群中北刀 膝掌两大绝颠宗师 心中暗暗和了口气 然后才踏步进了城门 石福星将大皇子的小动作 尽收眼底 心中呵呵了两声 面无表情地跟上 数百精兵高手围了个大圆圈 将大皇子围在了中间 数十九品高手围了小圆圈 紧跟在大皇子左右 最后 大皇子前后左右 还跟住几个人 石福星就是其中一个 在如此严密的保护中 大皇子入了城 果不其然 大皇子刚走上街道 嗖嗖嗖 无数利剑立马从四面八方射了过来 有些利剑专门是为了对付护卫人员 有些利剑直指大皇子而来 石福星挡在大皇子面前 手中折扇快速挥舞 一支支利剑破空而来 又被强大的无形力量反击回去 掉头反射回去 砰砰砰 大皇子一行人逐步朝着城内深入 护卫人员一个地倒下 同时 隐藏在四周的暗杀人员也在快速减少中 在外城 是弓箭射杀 进入了内城 四皇子直接派出了数千士兵冲向大皇子 刀光闪烁中 血流成河 因为有武者冲破包围圈靠近了大皇子 石福星一手抓住大皇子的手腕 在拉扯中使其避开了杀招 一边全力对付袭来的杀手 每一次有利润要刺向大皇子时 不管石福星有没有在战斗 都能及时拉着大皇子摆脱危险 这让轮回殿洋殿主 北刀 西掌三人根本找不到出手搭救大皇子的机会 虽然身处刀光剑影之中 可看住挡在身前 始终牢牢抓着自己的石福星 大皇子竟觉得没多危急 秀 一把冒着寒光的长刀袭来 石福星手中折扇挥动 一个反手 长刀反射回去 冲向袭来的士兵 不过片刻 士兵被长刀划破小腿 直接倒了一大片 一个个的打太慢了 石福星之后的出手 都是一出手就击倒一大片 大皇子看住石福星 所向披靡的战斗 心中既震动又庆幸 幸好此人成了自己的师父 天然就和他是一艘船上的人 要他是别方势力的人 那他怕是不会有什么胜算 由于石福星的火力全开 大皇子穿越内城的时间 大大缩短 天还未黑 就进入了皇城 直奔宫门 宫墙上 四皇子脸色阴沉地 看住这么快 就闯到自己面前的大皇子 什么都没说 直接下令射杀 师父 打开宫门 宫里有敬畏军接应 石福星看了一眼 主动叫师父的大皇子 手中折扇一挥 砰的一声 宫门被强力破开 宫门一开 宫外的人还没动静 宫里的喊杀声 就此起彼落地响起了 这是宫里的禁卫军 发动了攻击 一路拥护大皇子的 五成兵马司士兵 立刻冲入了皇宫 加入了禁卫军 对京畿大营士兵的 倾角之中 四皇子站在宫墙上 看住禁卫军 和五成兵马司士兵的 相互配合 打得京畿大营的士兵 节节败退 不甘 任命等情绪爬上脸庞 四皇子知道 大势已去 他输了 老大 你赢了 四皇子面上带着嘲讽的笑 我和太子都成了你脚下的垫脚石 我现在后悔啊 当初太子要杀你的时候 我真的该大把手的 四皇子回头看了看乾清宫 四留恋 四追忆 几夕后 转头看向大皇子 我母妃只是一介妇人 对你没什么威胁 看在今生你我是兄弟的份上 留他一条命 说完就纵身跳下了宫墙